金台 欢迎收看板田战法 我相信今天有很多的人 会觉得台北股市今天破底 绝对没有人相信说 在上个礼拜五 你敢去买股票的人 今天会大赚 一定没有人相信 我必须把证据给你看 然后告诉你说 为什么在这地方 我们跟大家讲 一直讲一个观念 你必须要有正确的观念 你才会成为最大的赢家 这个地方碰到急跌大跌急杀 它都是机会 各位我把这一波 我所操作的过程 全部都公开给你看 先把你的观念导引过来 然后呢 你要如何的成为最大赢家 就在我接下来跟你讲的这过程 希望你把它好好的学会 现在很多人跟你讲 外资上礼拜大卖了233亿 那这个地方外资开始撤资 没有错 这是千真外却事实 没有任何的一个说谎 但是我提醒过你 今年台北股市是这样子 第四季是看好的 记不记得 我跟你讲的非常清楚 这是全年的台北股市 过去10年来平均的涨幅 我说最好的月份 一个第二名是在2月 第一名是在12月 因为12月上涨的几率高达90% 我说7月看好 抱歉 10月看好 第四季是10月 11 12这三个月 10月看好 11月是看回 看拉回 12月最看好 那因此11月呢 这个地方呢 是先蹲后跳 那你要把握的是 大跌时候站在买方 急涨的时候站在卖方 我讲过非常清楚 从11月1号到11月20号 大概都是这样做 为什么还是要做多 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这是一个上升轨道 这是一个上升轨道 各位每逢跌下来 破心低 急跌重挫 你一定要站在买方 但是反弹起来 你就要站在卖方 因为外资手上持股 绝对跑不了 也跑不完 所以你可以踩着他肩膀 利用大跌的时候买 他拉的时候你就出 但是各位 选股就是专业的代表 敢事前分析事后验证的 全市场只有板田站跑 我敢这样说 待会拿出证据给你看 各位很多人跟你讲说 外资在这边 开始转卖大卖 确实喔 从今年1月开始 一直到11月 特别11月光这几天喔 这个上半个月喔 外资已经卖了566亿喔 今年外资最多 买到9月份的时候 是买4200多亿 4100多亿 4200多亿 现在只剩下多少 只剩下3576亿 那个时候最多的时候 就是你把3500加的 买4200亿的时候是最高 现在只剩3576亿 他现在已经转为卖超 566亿 但是是不是代表翻空 不是 我讲过了 趋势尚未改变 这还是一个多方的架构 这个我不管在这节目 在前线百分百 我都讲得很清楚 各位看到 这个地方外资 确实站在卖方 那接下来就是看 你敢不敢 从事一个专业性操作 做好资金风险的控管 然后做好股票的选择 我开始以下所讲的话 请各位注意听 是上个礼拜一路连贯下来的 从10月26号连贯下来的 如果有任何虚为造假 我们先声明 悬赏5000万 如果有任何虚为声明 悬赏5000万 绝对都做到四田分析 事后验证 各位这次10月26号的时候 我在这个节目公开跟大家讲 那时候10月26号在这 然后给各位看 10月26号的时候在这 指数最高9372 指数最高是9372 我当时拿了这张表格给大家看 我拿了这张表格给大家看 我说10月26号高点9372 我说这地方我先给你看 11月是一个涨跌 已经不超过50%了 过去我再给大家看 这张表格的时候 讲得很清楚 11月是一个拉回 10月大涨几率超过70% 12月大涨几率超过90% 是看好12月 但11月是拉回 我当时给大家看好这张表格 我告诉你大盘要拉回 我告诉你说这个地方大盘要拉回 我讲得非常清楚 10月26号跟你讲的 来接着 我说股市世界里面有告诉你 持股太多必死无疑 恳请你把握这机会 来跟着我们做换股调股的动作 换股调整的动作 我说你不要贪 在这边不要硬 我说这个盘逢大跌你要站在买方 逢集谈你要站在卖方 各位记不记得 好 接下来我们不要吹牛 把所有证据拿出来 如果有任何一个虚伪造假 我们悬赏5000万 当台北股市从9372 一路跌下来跌到9080的这一天 跌292点 我公开跟大家讲我开始买股票 我说一档一档股票跟你公开验证 第一档找寻积地有题材财报家的 他叫做什么 在这地方叫做3702大连大 当时的价位36块多 3702大连大 公开的验证 3702大连大 时间11月2号礼拜三 来 11月2号礼拜三 9点51分43秒 时间分钟秒数买进36块多大连大 11月2号来看喔 11月2号在什么地方 11月2号我们再看 31号2号 11月2号是这天大跌 有没有大跌这天买进大连大 急跌下来这天重挫 我们去买大连大 接着喔 大盘是跌两天重弹上去 有没有跌两天弹上去 来当时我买大连大的证据都给你看 它是一一光棍节 这股票是这样涨的 有没有看到 这股票是这样涨的 当时大盘是这个样子 直接上去 千跌再谈 它是不跌直接谈 到了这天 38块7 我有给你看这通抠讯 我有给你看这通抠讯 它当时候面一直涨 然后消息出来一直涨 有没有 消息出来一直涨 喷出一直涨 一直涨 有没有 我有给你看这通抠讯 我有没有跟你讲说 今天大连大 我们全出获利卖出 卖出后资金保留 我们将换股操作 有没有记得 这一天大买 这一天买进 大跌买进 弹上来 我们选择站在卖方 记不记得 后来股市又开始拉回重处 后来股市又拉回重处 我接着跟你讲什么 我接着跟各位讲说 我买进这档股票 我在这节目公开讲说 我为什么买它 为什么买进这档股票 来我先跟你讲 我说 因为它是云端资的人 解决方案 已打入中东市场 与志冠集团合工第三方支付 锁定2万个据点 然后持续布局医疗市场 明年目标破百亿 为台北股市当中 本预以最低 获率最高的低价股 前三季EBS 达到1.39元 税后存益 当时我是不是跟你讲 它是我目前找到 台北股市最便宜 最赚钱的公司 当时 各位买进价格在这 如果有任何一通虚为造假 悬场5000万 11月9号 来请看 11月9号在哪里 11月9号是这一天 重挫这一天 有没有 跌到8926 重挫这一天 我去买它 买它完 隔天股市大涨 有没有 这一天跌274点 这一天涨多少 涨210多点 有没有 这一天 这一天买进的证据 这一天拉高的时候 拉高喷出大涨的时候 我有没有公开的跟你说 我把它获利卖掉 把它获利卖掉 这是礼拜四的时候 好 礼拜五 我又开始跟你讲 礼拜五的时候在这 有没有 礼拜五的这一天又是大跌 又是大跌194点 我公开跟你讲说 我开始买股票 我讲得非常清楚 如果有任何一通虚为造假 悬赏5000万 来看 这是礼拜五我们的口讯 如果有任何一通虚为造假 悬赏5000万 这是礼拜五的口讯 也请你说 不怕你不来 就怕你不敢来 赶快跟着我们布局 第一个 它是国内第一家上市金控 也是国内第二大金控公司 售减产品稳居国内龙头地位 市占率达到20% 前10月获利437亿 稳居金控获利王 然后呢 售减业50%为所谓的一个美债 FED升级攀升 有利售减业 EBS连三季成长 公司制估明年可赚半个资本额 它是目前国内最大的 获利最好的一家金控公司 如果有任何虚为造假 悬赏5000万 这是我们上礼拜五买进的 我当时没有办法跟你公开 我现在可以公开 来 这个叫什么 这叫做2881的富邦金 好 布局的时间 来 11月11号 来 11月11号在什么地方 11月11号在上礼拜五 跌194点 今天有破低 今天大盘又破低 上礼拜买的 如果有任何一通虚为造假 悬赏5000万 我先讲过 我们是事前分析事后验证 我们不会做当天的公开跟你讲 我们买什么卖 不会当天不讲 来 这是礼拜五的 按照法律规定 我们不能讲当天的 来这礼拜五的看 2881的富邦金 第三季税后已达4.28 美国升席对该公司有利 全体会员45.45到45.55 布局买进 建立基本持股 时间分钟秒数 1.14分21秒 当时在这一档股票最低就是 他礼拜五的时候最低是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2881 礼拜五的最低是在哪里 来 各位看一下 礼拜五的最低是在45.1 时间分钟秒数 45.55 今天多少钱 今天48.9 今天48.9 最高48.9 上礼拜五45.45 45.55 今天48.9 好 这是我们去买进的理由 那当时我们在今天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 我不管做任何动作 我绝对不会遮掩 各位今天我们再度提醒你 我们即将要布局心骨 就在这两天 我们即将再度布局心骨 我过去以来 不管我做什么动作 不管我在做什么事情 我绝对都敢事前分析事后验证 那从这一波的你可以看到我做三栏股票 第一档是3702的大连大 那第二档是2352的一个2352 2352的加世达 有没有还在创新高前两天 然后第三档是2881的富邦金 我没有预设任何立场 我都告诉你我为什么这么做 理由是什么 可是你看到台北股市今天继续破底 大盘在这边经续破底 你看到富邦金创新高 你看富邦金大涨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 但是我很诚实的跟你讲 我要布局心骨人 这个阶段我讲过了 在台北股市上下震荡的过程当中 我是踩低进高出 低进高出低进高出 一直维持到1月20号左右 如果说你前面看到3702的大连大 如果说你中间看到2352的加世达 如果说你看到2881的富邦金 这三档股票你都没有参与的人 那我们这两天新股即将再度出发 请你赶快把握机会 因为我们这两天即将提前布局卡位 我再讲一遍 还是底部起涨的股票 在11月操作当中是业绩题材 跟所谓的一个业绩题材 业绩当道跟题材当道 不是业绩就是题材 一定这两个 如果你想要把握赚钱机会 除了在节目中广告仔细看之外 赶快把握机会 直接这两天来跟我们逢第一布局 准备买新股 提醒你把握这个机会 第一节我们专线全面开放 有兴趣的人 想要赚钱的人 想要把赚钱资讯提前卡位的人 大家也赶快利用 节目中广告知识专线 打电话进来 一通电话可以改变得一声 我们先休息会 马上回到现场 科技化的管理 也告诉你 什么叫科技化的管理 从105年1月1号起 水费 电费 网资费 电话费 都可以开发票 这些单线上面 都会有超科技的条毛 我挣钱了 我的 我都没说到 板田战法会员召集令 养成交易赢家的心态 凡是现在加入会员者 全部会期都从民国106年1月2号起 开始计算会期 另外加送板田战法全套教材一到三册 顾得投顾报名活动咨询专线 0800 299 888 0800 299 888 欢迎踊跃报名参加 你有没有发现 你的颈部越来越紧 越来越不舒服 导致颈部疼痛僵硬 肩背钻麻 失眠 头痛 现在 只要躺在颈架松输椎器 利用自然仰头松减原理 套上专属的头部固定带 再以手动充气为调 让颈椎自然提高 往后恢复颈椎间距 舒缓神经压力 让软组织得以松起 脾肌轻强 不占空间 膝带方便 随时可用 请您赶快来电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固德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固德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固德投顾 就是Good 02 257角 1155 257角 1155 黑是元气 黑是力量 爱见黑斗水 Black is power 我的运气 我的力量 健康心斗地 爱见黑斗水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固德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固德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固德投顾 就是Good 02 257角 1155 257角 1155 米林的猪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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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胜成米林 让虾除便罢除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固德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固德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固德投顾 就是Good 02 257角 1155 257角 1155 这是中华财经台 你现在收看的是 中华财经台 順勢操作一直是股市當中 成為贏家最大最大的一個法寶 順勢操作 就是說如果是多方式 我們就做多 如果是空方式 我們就做空 順勢操作是股市當中最大的法寶 來各位注意聽 這是板田戰法的首篇 這是板田戰法首篇 這是板田戰法的第二集 這是板田戰法的第三集 我們這兩天要再佈局一檔股票 非常清楚的告訴你 順勢操作是股市當中最大的法寶 贏家最大的法寶 這個地方我們要用板田戰法 再挑出一檔股票 順勢做多 我講過了理由是什麼 我都講得很清楚 第四季行情 我已經跟你分析很清楚了 11月是一個拉回修正的格局 每一次碰到破底 每一次碰到大跌 你要把握買進的機會 那個都是機會來了 但是不要吹牛喔 那個大漲的時候 不要吹牛說一路看漲 那個都沒有用 那個絕對經不起考驗 誠信跟專業是一樣重要 第四季指的是10月 11月12月 10月的上漲機率70% 11月上漲機率不超過50% 12月是最看好 現在11月是盡量多做 來回多做 但是12月要帶一些波段的觀念 這個時候一定要把股票調整好 台北股市很多人告訴你 在這個地方外資已經大賣了 已經翻空了 很多人告訴你 哇資金開始往美國跑 各位我講過了喔 趨勢是不會騙人的喔 現在還是一個上下震盪 多方架構的趨勢 在這年限沒有跌破之前 在這短線9399沒有突破之前 他就在這上升軌道趨勢來回震 急跌在買 急漲在賣 一定要把握機會 這是一個專業 這是一個多方架構 我講得非常清楚 然後呢 外資今年總共買超 在19月之前買超4000多億 到了現在剩下3500多億 那你如果扣掉這個 外資當時最多曾經買接近4100億 那11月確實是大賣 確實是大賣 抱歉 11月確實大賣 這一天確實大賣 但是我講過了喔 踩著他的肩膀 他不可能賣得完 你一定要把握那種重挫機會 去找尋專業的股票 他會反彈的股票 或是會漲的股票 或是趨勢往上股票 那個急跌重挫是最好的機會 因為台北股市整個趨勢格局 它是在多方架構裡面的相形震盪 是一個上升軌道的一個走勢 低進高出低進高出 一定要把握這個重點 各位接下來就是拿證據給你看 不要吹牛 也不要改來改去 這個地方從10月26號高點9372 我拿出證據 這份資料告訴你大盤會拉回 當時所有人都跟你講會漲 我說大盤會拉回 我還奉勸你持股多人趕快來找我 我說這個地方不要貪 這個地方不要凹 台北股市是一個多方架構當中的上下震盪的格局 我說過了 如果急跌你要站在買方 如果急漲你要站在賣方 因為這個趨勢還是一個多方格局 我上場前線百分百也是這樣跟你講的 好 各位我們就拿證據出來講 11月幾號的時候開始 當台北股市大跌292點的這一天 有沒有我開始跟你講選股的紀律 那天是多少 那天是幾號 那天是11月2號 好11月2號 那11月2號的時候大盤在哪裡呢 我們回過頭來看看 11月2號在這個地方 台北股市已經跌了296點的這一天 我去出手做多 我開始出手做多 第一檔股票3702大連大 36.75 11月2號時間分中秒數 然後呢告訴你 他是一一光棍節的指標概念股 然後呢那個盤呢 大盤就從這一天這樣 先彈再破底 然後他股價就這樣一路大漲 漲到這一天的38.7 這一天最高 當時買的時候36塊多 大盤這樣子回嘛 彈回嘛 那他就這樣一直逆勢漲 漲到這一天的時候 我有沒有公開給你看這一通資訊 各位如果有任何虛偽造假 懸賞5000萬 當時我說你看喔 這個是大連大 我們給你看的後面資訊喔 全數獲利賣出喔 賣出後資金保留 我們將做換股操作動作喔 好 這是在11月2號這天大買 反彈起來我們做賣出動作 記不記得 有沒有人敢公開拿出來給你看 絕對沒有 好 到了這個所謂的這個大盤 到了這一天 應該先看幾號 11月9號的這一天 好 我跟你講說這檔股票 我帶你做逢低買進動作 11月9號 有沒有 11月9號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 11月9號是這一天 台北股市重挫274點 我還說今天敢買股票的人 跟你為什麼不能買股票 原因在什麼地方 大家來討論一下 你一個套牢一個追高殺低 就套在那邊 我說我們都是有紀律來 那天有沒有跟你講 這檔底部的股票買進 11月9號 有沒有 這一天買進 隔天是不是跳空大漲200多點 隔天是不是跳空大漲200多點 我是不是跟你講 我將它獲利賣出 時間分鐘秒數 如果有任何一通虛偽造假 懸賞5000萬 這一天反彈200多點 我是不是跟你講說 我將它賣出 好 到了禮拜五的時候 記不記得 我跟你講說這兩天 我們要佈局新股 好 各位請看時間分鐘秒數 這禮拜五的時候 來 如果有任何一通虛偽造假 我們懸賞5000萬 1點14分21秒 1點14分21秒 我是不是跟你講禮拜五 我說你不敢買股票 這兩天我們一定買股票 來 2881的富邦金 前三季獲利已經達到稅後 應該講前10月了 已經達到4.28 美國升息對該股有利 全體會員45.45到45.55 布局買進建立基本持股 1點14分21秒 1點14分21秒 各位如果有任何虛偽造假 懸賞5000萬 富邦金 各位你看看2881的富邦金 禮拜五還在25塊多 今天多少錢 48.9 那時候禮拜五 抱歉禮拜五是多少 來看一下 45.45 45.55買進 今天最高是48.9 48.9 禮拜五的時候最低是45.1 45.1禮拜五最低 今天是48.9 我們是買在45.45到45.55 各位我跟你講過很清楚喔 台北股市這個地方大跌我就站在買方 急漲大拉我就站在賣方 個股也是如此 跌市當中大盤不好我去找買點 如果出現個股大拉急漲 我會選擇站在賣方 但是我說過任何買賣 我們當天不能跟你講 我們只能事後證明 這是法令規定 因此這兩天 我們將再度出手買股票 各位除了買股票之外 也希望在這個階段當中 能夠親自幫你做持股的一個調整 不要讓手中股票太多 跟著我們找明星產業的股票做 跟著我們在這個地方 順著趨勢來操作 台北股市在這個階段 是一個上升軌道當中的 拉回修陣盤 外資在這個地方 也確實是選擇了站在賣方 短線上利用急跌的時候 去講好的股票 去找好的股票操作 利用大漲的時候站在賣方 這樣的操作一直可以維持到 11月20號 接下來12月要有波段的觀念 想要選好股 想要調整持股 想要布局 想要掌握賺錢資訊 今天全世界開放 大家要進來跟我們聯絡 我回來了 你有看到我的發票 發票咧 發票服務都是你在管嗎 可是我管到不見了 早就跟你說 發票要用科技化的管理 也告訴你 什麼叫科技化的管理 從105年1月1號起 水費 電費 瓦斯費 電話費 都可以開發票 這些單機上面 都會有超科技的條碼 我賺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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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田戰法會員召集令 養成交易贏家的心態 凡是現在加入會員者 全部會期都從民國106年1月2號起 開始計算會期 另外加送板田戰法全套教材一到三冊 顧得投顧報名活動諮詢專線 0800 299 888 0800 299 888 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家庭主婦手藝要好 HCG廚房無保 一樣的不能少 超強火力又節能 大火炒菜味道好 油煙一點都跑不掉 煮這裡不怕口口掃喔 晚拍洗好買SPA 砂訊除車衛生好 走 煮幾天 我們去水深空 放輕鬆 造咖五HCG 行行龍蘇西 廚房無保 HCG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固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固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振兆 旗鼓雙贏一把兆 固得投顧就是GOOD 02-257角1155 257角1155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固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固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振兆 旗鼓雙贏一把兆 固得投顧就是GOOD 02-257角1155 257角1155 下恩英語百分之百外師授課 英語聽說讀寫 No Problem 下恩讓孩子與世界更接近 全國分校招生中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固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封部 六百分之百